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活中 烦恼貌似随处可见 但其实都经不起仔细推敲 心大事就小 心小事就大 心态往往能解决人生80%的烦恼 岁月匆忙 时光易老 诗人余光中亦写过 掉头一去 是风吹黑发 挥手再来 以血满白头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学会放下 你就赢了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大多数人的内心总有无穷无尽的欲望 渴望得到再得到 追求拥有更多 却害怕失去 不愿放下 哪怕是一点点 常常因失去的多 得到的少 而深陷痛苦 一生几乎在得与失之间纠缠不休 耗费精力 使身心疲惫不堪 毫无清静安宁可言 可见 欲望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挑战自己的唯有心态 其实在人的一生中 必须要得到的往往不多 唯有平安健康的身体 有粗茶淡饭的日子 有温馨温暖的家庭就已足够 但必须要放下的却很多 痛苦 失忆 忧伤的东西需要放下 因为负面情绪会影响继续前行的心情 欣喜 得意 兴奋的虚妄更需要放下 因为得意忘形会冲昏正常清醒的头脑 事实上不愿失去不敢失去的人 通常过得都很纠结 很郁闷 舍不得放不下的人 则活得更痛苦 更迷茫 只有看得开放得下的人 才游刃有余 潇洒自在 的确 每天置身功名利禄诱惑 周围喧嚣纷争的裹挟中 没有强大的定理 和接受孤独的勇气 真正放下很难 彻底放下更不易 人生最难是放下 一个卖瓷碗的老人 挑着扁担在路上走着 突然一个瓷碗掉到地上 摔碎了 但是老人头也不回 继续向前走 路人看到很奇怪 便问 为什么你的碗摔碎了 你却不看一下呢 老人答 我再怎么回头看 碗也是碎的 不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才是人生的智者 可生活中这样的人 总不是很多 很多人宁愿为一点点的失去 而后悔半天 也不愿重新开始 但失之我运 得之我幸 命里是自己的迟早回来 不是自己的终归要去 得失皆是注定的安排 平常而自然 不值得过分看重 更无需招致伤感 更何况匆忙一生 生命转瞬即老 最终不得不放手一切 什么都不过是 风烟浮云 放下是人生的常态 与其一直耿耿于怀 挣扎 纠结 执着 因为扔不掉 放不下 舍不得 断不了 而沉浸在苦恼里 无法自拔 甚至一味扩大 延伸伤痛 使其伤害 更深更重 还不如不纠缠 不留恋 豁达中释怀 微笑处放下 而且放得干脆 断得洒脱 舍得优雅 离得彻底 即使十分难过难受 也要果断地擦干眼泪 抹平伤口 随时以清零 和全新的心境 从容淡定地 面对一切 温柔优雅地 相待所有 绽放出自信 而博大的胸怀 短痛 总比长痛好 想想 能让一个人 耿耿于怀 日思夜想的人或事 一定是触动内心的感觉 和惊艳灵魂的共鸣 不要让这种 本就美好的东西 变成痛苦的泥潭 不要辜负了 这份珍贵缘分的馈赠 唯有放下 才能治愈生命中 庸俗的 贪欲望奢望 腾挪出 容纳自我的空间 搭建起 展示自己的舞台 身心得到 放逐施展的机会 灵魂体验到 纯粹全新的感觉 死转着过去 对逝去溜走的点滴 都无法释怀 在泥沼里痛苦挣扎 就无法重新开始 拥抱新的一天 接纳新的美好 唯以平常平淡 纯真心 顺其自然 看淡过往的一切 原来是牵手珍惜 分去时 放手感恩 承受所有的失去 放下全部的过往 做回真正洒脱的自己 才是人生 优雅的活法 人生难得是放下 生活中 苦苦折磨我们 往往不是获得 而是放下 大多数人的习惯 与获得 而不太喜欢放下 尤其是已经到手的东西 仿佛那就应该是自己的 其实钱再多 放在银行里不用 也不过是替人打工而已 越是不能轻松放下的人 也越是很难获得太多 得之淡然 失之坦然 保持一颗积极乐观 豁达的心 人才会轻松 从容许多 也才会快乐很多 获得是一种能力 放下则是一种超能力 人要学会放下 毕竟很多事 并不会因为你的悲伤 不情愿 结果就会被改变 接受是一种智慧 也是能力 尤其接受一个 并不是自己渴望的结果 更需要能力 放下了 表面看是失去了 实质上是得到了更好的 放是得的基础和起点 有放有失才有得 能够舍弃 放下的越多 就会得到 拥有的更多 一如落叶放弃树枝 祥和静美中 得到百一 沉香流芳处 成全涅槃 一如树木 放弃花朵 沧桑素蛋里 孕育果实 寂寞孤单间 酿造成熟 人生最美是放下 人生既为过客 何必执着纠结 何不潇洒擦肩而过 从容自在地放下 淡泊豁达生活 水清则无鱼 人至茶则无图 不要什么事都斤斤计较 患得患失的 努力了 建立了 是什么结果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享受真实的人生 成功是喜悦 失败也是不错的教训 瓦尔德曾说 为了自己 我必须饶恕一些事 因为一个人 不能夜夜起身 在灵魂的园子里 栽种荆棘 听过一个故事 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 拿起一个装有水的杯子 问在座的学生 猜猜看 这个杯子有多重 50克 100克 125克 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 但可以肯定 人拿着它 一点也不觉得累 教授说 现在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这样拿着几分钟 结果会怎样 不会有什么 大家回答 那好 如果像这样拿着 持续一个小时 那又会怎样 教授再次发问 胳膊会有点酸 一位学生回答 说得对 如果我这样拿着 一整天呢 那胳膊肯定会变得麻木 说不定肌肉会净卵 到时免不了 要到医院跑一趟 很好 现在我拿杯子期间 不论时间长短 杯子的重量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 那么拿杯子的胳膊 为什么会酸痛呢 肌肉为什么会净卵呢 教授顿了顿又问道 我不想让胳膊发酸 肌肉净卵 那该怎么做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 这时一名学生站起来回答道 很简单呀 你应该把杯子放下 其实烦恼也像我们手中的杯子一样 任你揪着它不放 它也不增不减 人痛苦几分钟没关系 但如果长时间沉浸在别人带来的错误中 只会侵蚀心力 让自己错失更重要的东西 人生在世 不是所有的事都值得我们去介怀 蔡康永曾说 镜子很脏的时候 我们不会以为是自己的脸脏 但别人说了伤人的话 我们却觉得糟糕的是我们自己 生气就是别人做了蠢事 然后我们代替它 表现出笨蛋的样子 幸福不是拥有的过 而是计较的少 当我们学会不计较 懂得放下的时候 属于我们的快乐 自然就会多些 幸福也会不少 放下过去的人和事 就是放过自己 解脱自己 爱惜自己 成就自己 只有放下了过去的一切 才能遇见未来更好的自己 接纳更多美好的人和事 真正放下 你便赞赏了自己 便是最大的赢家 人永远是这样 别人扶了你一把 也许你很快就忘记 别人踩了你一脚 也许你会勇记心中 人这一辈 最长不过百年 别管你现在是否腰缠万贯 要看你还能活多少年 人生匆匆不过三万天 时光一晃就过去了 生命很快就没有了 世界上除了生死 其他都是小事 气什么 怨什么 气大伤身 抱怨伤神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往后余生 你要学会放下 很喜欢的一句话说 生命里遇见的人 都是来度你的 在让你欢喜的人身上 误得到 在让你痛苦的人身上 误放下 人活于世 我们难免遭遇伤害背叛 原谅与憎恨 只是一念之差 放下别人的过错 得到的是新的解脱 怨恨别人 只能得到无尽的折磨 怨恨别人 最终会伤害自己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八岁的帕克 气冲冲地从学校回到家 一见爸爸就大声嚷道 爸爸我很生气 今天同学华金 让我在朋友面前出巧 我希望他遇到 比我更倒霉的事情 父亲听完后 什么也没说 只拉着儿子 到了一个房间 用一根吊绳 挂着一件白衬衣 然后给了儿子一些木炭 你现在把那件衣服 当作滑金 你想它多倒霉 你就扔多少木炭 扔到你满意为止 帕克觉得高兴极了 立马捡起木炭 使劲往衣服上砸去 可是衣服挂得太高了 不管帕克怎么用力 也没有几块木炭 落到衣服上 帕克扔完后 觉得心中的愤怒 发泄得差不多了 这时 父亲将帕克带到镜子面前 孩子你看 不管你如何愤怒地 向衣服扔木炭 衣服却并没有变脏 反倒是你自己 全身落满了炭灰 别人对你犯的错 伤害只是一时 可你始终不肯放下 总想着报复 到头来 折磨的就是自己 小小的故事里 其实也包含着生活的哲理 很多时候 对别人的怨恨 最终都会由自己买单 看电视剧 您好母亲大人时 总会为董捷扮演的 丁碧云 感到一难平 当初 她一意孤行 嫁给丈夫付强 对方却在婚后出轨 丁碧云 一气之下离了婚 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因为对前夫怀恨在心 她与其划清界限 甚至不允许前夫看望孩子 这样一来 日子就艰辛了许多 因为常年劳累 加上心情压抑 丁碧云最后患上了乳腺癌 离开了人世 生活当中 丁碧云这样的人其实不少 原本他们可以放下过去的恩怨 迎接更加幸福轻松的人生 却因为执念 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泥潭 王尔德说 为了自己 我必须饶恕一些人 因为一个人 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 不能夜夜起身 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 虽然时光无法倒流回去 弥补当时的伤 但时间总会成为治愈一切的药 该放下时放下 学会往前看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 放过别人 也是放过自己 莫言曾在讲故事的人演讲中 提及自己此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他说小时候 有一次他跟着母亲去地里捡麦穗 看守麦田的人来了 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 可母亲裹着小脚跑不快 被抓住了 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 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然后他们没收了莫言和母亲 很辛苦才捡到的麦穗 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看守人的强势 母亲孤苦的身影和流着血的嘴角 给莫言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多年之后 当年那个看守麦田的人 已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 有一次莫言在集市上遇到他 正准备冲上去教训他一顿 却被母亲拉住了 母亲眼神坚定地对他摇摇头 儿子 那个打我的人 与这个老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莫言正正地站在原地 煞时便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人其实还是那个人 但事情早已经过去了 人海里浮沉久了 才懂得这位农村老太太隐忍与睿智 陈年的伤若是反复撕扯 只会日渐溃来 很多时候放过别人 何尝不是放过自己 多年前的京城 有位88岁高龄的老太太 用那略带合肥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们 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其实很简单 第一是 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 第二是 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 第三是 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这位老太太便是张兆和 曾经她与沈从文康里情深 后来却落得终身遗憾 回首半生 有争吵 有背叛 有热烈 也有平淡 最终她选择了释然 生命中再浓烈的爱意 再强烈的恨意 最终都会被时光冲散 人生苦短 何必揪着过去的错误不放 就像卡奈基在书中所写 我们活在世上的光阴 只有短短几十年 但我们却浪费了很多时间 为一些过去的事情发愁 这是多么可怕的损失 人活到了一定年纪 终归学会将往事清零 让爱恨随意 背负着沉重的过去 只会拖住自己前进的脚步 宽容别人的过错 才能得到新的解脱 原谅别人才能解脱自己 网上曾有个问题 令我印象深刻 原谅和算了有什么区别吗 有人回答说 原谅是与他人和解 算了是与自己和解 沉沦在仇恨的淤泥里 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从前有一位女子 总是做很奇怪的梦 梦里有一座黑房子 里面关了很多人 她们日复一日地 在房子里尖叫哀嚎 由于夜夜难安眠 女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她去医院 很多医生也束手无策 直到有一天 她遇见了一位禅师 禅师给了她一把钥匙说 下次再做这个梦 你就用钥匙打开锁 把房子里的人都放出来 女子在梦中 用禅师给的钥匙 打开黑房子的锁 里面的人也逐一 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原来这些人 都是曾经伤害过她的人 直到最后一个人走出来 女子泪流满面 那个人正是她自己 有句话说得很好 人活于世 其实真正能伤害你的人 始终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你计较什么 就被什么困扰 你憎恨什么 就被什么捆绑 人生短短不足拜年 郁郁挂欢是一天 快乐洒脱也是一天 与其纠结过去 不如着眼未来 忘记仇恨 活在当下 方能心平 蔡根谭有言 不择小人过 不发人阴思 不念人就恶 三者可以养得 亦可以远害 凡事计较 便日渐心胸狭隘 学会放过 生命才能 澄澈辽阔 人生当中最紧要的事 是过好当下 专注于自己的生活 不再计较 不再怨恨 与自己和解 与世界相拥 心理学研究表明 当有人冒犯你时 如果你选择原谅 那么冒犯者 更有可能 在心理上 感到悔恨 而产生内在的愧疚 如此一来 类似的冒犯行为 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将会大大降低 相反 指责则会让别人 可能产生 不服情绪 甚至心生怨恨 所以 宽容有时候 是最好的武器 原谅别人 就是善待自己 刘鱼说得好 愿你有好运气 如果没有 愿你在不幸中 学会慈悲 愿你被很多人爱 如果没有 愿你在寂寞中 学会宽容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 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 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 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